她又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人 大家又互相很愛對方 那為什麼不可以接受這件事呢 現在找到愛自己的人 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我有一次在Skype 那時候的女朋友 你走過來說是你的朋友 我說是 不像是只是朋友 然後你就開始了這個題目 我在追問她的時候 她就承認了 我當時是不太接受到的 她這段時間是這樣的 她遲些就會變回正常 不是 因為那時候 我是一個聖誕家 我已經想了一段時間 我想跟她說 我一直都沒有勇氣 直至到她揭發我的時候 我就藉著這個機會 就決定了 好 我現在這一刻認了她 就看看我們怎樣繼續這個 她們的談判 她們又好像沒有我那麼大感受 因為可能我真的比較傳統 在家庭裡 其實不是的 其實爸爸是比較傳統 因為我覺得 說不會實現到 你喜歡男生 也不要喜歡女生 我覺得說不會可以誘導她 不會說服她 我覺得這個過程 是要她真的自己去感受到 我不會可以阻礙到她 究竟是喜歡男生 或者喜歡女生 一件事 我覺得是有一種 我喜歡可以放鬆的一個態度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 最辛苦的就是 好像去到哪裏都要說謊 說謊這件事 我爸爸媽媽都很不喜歡 我想其實應該都會很大影響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 所有做的事 都是源於有我家人的支持 我才會做到 而我現在是很 有一種很忠於自己的一種態度 我覺得如果我沒有我家人的支持 沒有我爸爸媽媽的教導 我不會是現在這一刻的我 我覺得現在是越來越多人關注LGBT的議題 或者是不同人的故事 我覺得大家要用一個包容的心去 去聽回多些人的分享的經驗 其實反而不是外界 反而是家人會覺得 自己轉牛角線 就會覺得我女兒或兒子會辛苦些 或者是我不想她要經歷一些的事情 他們自己就會令到好像 那個壓力是由家長給朋友 而不是外界 所以我很鼓勵家長可以多些 去跟他們的子女聊天 了解多些他們的故事 了解多些他們背後的想法 我覺得這樣下去 其實是更重要過外界的一些信息 我覺得是 因為我覺得除了你去接受和包容這件事之外 基本上你沒有事可以做到 當你接受這件事 大家都會開心很多 而且大家要明白 這件事真的不是一個罪 它不是一個傷害人的東西 它又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人 大家互相很愛對方 為什麼不可以接受這件事 現在找到愛自己的人 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我想最重要的是 當家長發現自己的小朋友真的生氣的時候 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了 了解完之後你要接受 然後包容 如果再有什麼疑問或者諮詢的時候 那就要找 香港小童群益會的同志家長支援服務 去查詢或者資深更多有關的資料